一个竹棚搭在广州东园广场上 平常来这里乘凉讲古载的当地人 没有想到 这么个不起眼的地方 竟然会见证一段非凡的历史 那是1922年5月初 来自天南地北的25位年轻人 聚到了棚里 百年前的中国 世道乱 出门难 为了来广州 有人差点凑不起路费 有人沿途遭遇战乱 但无论多难 大家都如其赋约 他们知道自己去开的这个会很重要 开会前 在汕头一家小旅馆里 张春年 蔡赫森两位代表 与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达林 废寝忘食地准备文件 初夏将至 可恶的文字横行霸道 三个人被盯得浑身是包 却全然不顾 他们的劳动成果 是两份将永载史册的文件 达林后来回忆说 在这些文件中 我们宣告了外国帝国主义 在中国的死刑 三人激动地唱起了国际歌 达林用俄文 张春年用英文 蔡赫森用中文 为真理而斗争 同样的追求 把出身 境遇 各不相同的青年们 连接在了一起 一年前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便提出 要在各地建立和发展 社会主义青年团 作为党的预备学校 而此时 二十五位青年聚到一起 代表全国十八个地方团组织 约五千名团员 召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二十五人平均年龄不到二十七岁 最小的只有十七岁 满腔热血 激荡在二十五颗年轻的心里 1922年五月五日 团一大开幕 这一天是马克思诞辰 一百零四周年纪念日 会上 代表们全体起立 向两位青年致爱 这背后 是一场悲壮的斗争 四个月前的一天晚上 黄爱 旁人泉 因组织工人运动 遭反动势力逮捕 未经审讯 便于次日遇害 当时 黄爱被砍三刀 仍大声疾呼 大牺牲 大成功 黄旁二人 是最早牺牲的青年团员 团一大大会主席 张春年对代表们说 我们如其不能在这一年中 努力为无产阶级奋斗 那明年 只可开解散大会吧 这份会议记录 为历史留下了一个 动人心魄的细节 张春年的发言中 先锋队 改成了赶死队 时任中国共产党 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 在团一大上演讲 他说 青年们 尤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诸军 需发挥 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 把马克思学说 当作社会革命的原动力 大会开了六天 实现了青年团在思想上 组织上的统一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 创立社会主义青年团 组建自己的预备学校 可以吸纳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 对于中华民族而言 五四运动以后 集结着这么一批的青年 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 为改变民族的命运而奋斗 也就意味着 中国青年运动 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 一个世纪前的90后00后们 与今天的年轻人一样 热爱生活 向往爱情 张春年对下棋 打球 听戏 交游都很有兴趣 他曾说 生活多可爱啊 我们将来的新社会 一定比现在更美好 他给自己取的另一个名字 在历史长河中更加闪耀 张泰雷 意思是 化作惊雷 改造旧社会 1927年 广州起义爆发 这位儒雅书生 毅然冲向前线 不幸 深重三淡 用29岁的生命 践行了清纯誓言 团一大 选出了团中央 第一届职位会 共五人 其中 高军宇 因故未能参会 却得票最多 足见这位 五四运动先锋的影响力 高军宇很浪漫 他会在一片枫叶上写下思念 寄给恋人十平美 他也会在情书里坦白 我是有两个世界的 一个世界 一切都是属于你的 我是连灵魂都涌进的俘虏 在另一个世界里 我是不属于你 更不属于我自己 我只是历史使命的走卒 1925年 高军宇积劳成吉 不幸病逝 他留下了这样的诗句 我是宝剑 我是火花 我愿生如闪电之药量 我愿死如彗星之驯护 这是一代人的青春写照 为了国家和民族的使命 他们义无反顾 年龄最小的团一大代表 王仲强 在一次示威游行中 被反动军警打成重伤 牺牲时只有20岁 很多共产党人 是从加入青年团 开始走上革命道路的 自那个交织着血与火 孕育着荣光的起点出发 一代代共情团圆 汇聚在信仰的旗帜下 用拼搏奋斗 诠释青春誓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个人的青春记忆是难忘的 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 将产生不朽的历史回响 没有人可以永远青春 但一代代人用奋斗的青春 让今日中国青春正好 青岛放心 强我交往 便爸爸 contractors 不想让他死过 多分 有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